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香》编辑部《整香煮》节目事端 今次有个许散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订阅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话说通缉犯周庭在加拿大读教授 他有什么生活和分享 最近他搞了一个直播 我看到一些东西 是什么 他的样子不同了 为什么会这样 你说整容吗 又不是整容 我不知道是何解 他的样子好像30岁未到 有些面子有点耿耿的 有些像中风那样的 我不是遵他中风 可能你想遵他 快点带他什么什么 这是另一件事 我看到这个样子会有些位置僵硬了 说话和以前的样子不同了 好像浮肿难分那样的 会不会是加拿大的生活和水土 对他来说不是太适应呢 有可能 虽然有很多香港女士 常常说自己 不是很西化的 很崇尚西方的生活 还是怎样的 也有些二英港人 男人那些真是惨 男人最痛的 除了戴绿帽之外 或者那些六点半棍发之外 其实还有一样的 就是脱头发 这件事就没办法了 男人去到这么一年多 都可能真的会面对到这件事 但是本来时辰未到的 你去到英国就狂脱头发 据问是水的问题 不知道是不是 其实你看回英国黄室 里面所出的男人 脱头发也挺严重的 水这个问题应该也是有的 我都相信 现在周庭 为什么那些面容表情会僵化 或者想怎样的 而且表情好像不同了 这就是一件事 正当又说什么通缉犯 又说英国有间谍 究竟加拿大有没有什么所谓的间谍 会追踪着他们 似乎看到周庭还能够很开心 在直播告诉大家 第一次加拿大国内旅行 怎样怎样 就是说自己是怎样去哪里玩 怎样开心 还是怎样怎样 搞笑 现在看到他 也是懂得利用直播 来收货金 记住他是一个通缉犯 你也不应该给货金 不应该要付钱 这些罪犯 又是几大罪 也都留意到 你也挺无聊 不行的 帮香港警方留意一下通缉犯有什么动向 不可以吗 那些货金少了很多 是吗 那就好事 少了 其实不应该付给他 很多 不然有些人就是不知道死 或者不怕死 也有继续货金给他的 也有 不过就少了 以前也算是多少 少了 他后来 去到加拿大成为了通缉犯 那次的直播 那次是厉害 但是这次就少了 最近有一宗就是 罗冠聪 收了十几万 不知十三还是十四万 就是一个前支联会的 里面的友子的老婆 就这样给了 在他的床上给他 哇 真是厉害 十几万 罗冠聪可能真的收了不少 一下就十几万 一下就十几万 一下就几万 几万 有一百几十个 不是几百万 看来也有金主在后面 供养着他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你继续货金给这些人 这些通缉犯 其实是 推他去一个 不生劳 照道理应该是鼓励他 快点回香港 投案自首 这样他才能够可以 重过新生活 不然的话 这些货金其实就鼓励他继续在外国流浪 或者永远都是见不到他父母 或者这一世都回不了香港 其实是鼓励他们继续做坏事 这些货金 也有另一个点 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周庭今次 或者近来的货金 就会大暴跌 话说 今个月的月底 就是有一群人 47人初选案的 会去投情 可能会知道 接下来他们的判刑 究竟是怎样呢 要记住 47人里面 有很多个 都是 黄之锋 或者 朱凯迪 间接地 或者很有联系的 都跟周庭 是同路人 这些同路人 现在面对着 有一个几年 他们觉得未審宣判的案件 这么惨 未来都不知道会坐多久 大耀廷可能还要终身监禁 这样的话 你还好意思 去吃喝玩乐 游山换水 还要跟大家说 你去玩玩成什么 因为很多 选择会在这个时候 捐钱给周庭的人 似乎他们 应该就不在香港 在香港的 因为其实接受到 有内地的通关 有些人走上去玩 一个传一个 甚至乎也接纳了 一件事 将内地的 所谓政权 还有 经济 民生 娱乐 活动 就要完全地解开 总之 不喜欢的政权 就不代表 不可以 回到内地玩 变相 在海外那一群 就会觉得 李英 是最狂热的 还是最狂热 记住香港的情况 因为觉得 自己也不能在香港 陪他们同呼吸同命运 在外国的话 更加 要为他们发声 要为他们 说多些 但是你看到周庭 你离开了香港 还以为 为你的战友 会说几句 还是怎样 一句都没有 还要自己走着去玩 你不是将他们 抛诸老后 这个肯定的 可以这样的 在外国就风流快 会逍遥自在 有案就不回去投案 对不对 还有 最为 令人感到 很恶劣的就是 你看这个周庭 跟他父母的关系 我相信 都是 极为之差的 而周庭这样离开 那些保释金 肯定 都不是他自己的 由父母给的 保释金没了 无端端 父母没了一块钱 你说这些 这样的行为 你还 有些人做课金给他 就是鼓励他 继续做一个 学坏了的人 他的父母 较早前就去过 警署 接受过一些文化 其实 之后 也没什么 有没有还在香港 还是怎样 这个我们不知道 但是 你说他的 保释金 就因为这样 而没收了 那里就数十粒 究竟这一笔钱 是不是他的 掩护他 让他顺利离开香港 这个就另一回事 不过又是坏的 你们现在才开始看穿他的东西 再者 其实这些社运的命运就是这样 当你离开了香港之后 就再说要为他们 什么发声 又或者 现在好像周庭这些 想过一些生活的时候 因为那些人是瘋的 会觉得你 你不是应该为香港人 继续做些事才行 如果我只是给你钱去游山换水 给你钱在加拿大生活 那为什么我还要给你 是不是因为 就当是一个 属罪券 有些人因为都觉得 现在就说了 什么五周年 还是什么 五年了 我什么属罪都熟完 我要过回我自己的生活 我的责任完成 你既然责任完成了 就没必要 就有货金给他 对不对 不过有些人都是 很闷失的 就觉得他很惨 被这个所谓的 极权政府所陷害 没有 不是 你现在在加拿大 很开心的 我觉得 你还 还要给钱 他呢 你现在 给人的做法 就好像 你供养着他 你是不是当他什么 当他是那些 宠物 一直给钱 他用 是不是这样 养着他 就等于一些 阮民安的情况 现在 其实那些人 都在骂他 什么 我看你的生活 就要货金给你 给你Patreon 你是不是瘋了 例如我们看到 阮民安 就会 把自己 现在在 英国的生活 怎么怎么怎么 又说什么 三宋一汤 又说很开心 很温暖 但是记住 在香港那些 见到你 又会争 你就去了英国 之前 吃饭 那么多 又说 要什么 同州人世相随 又说什么 同路人 又说手足 还是怎么样 那你跟着 又说 没办法 才要走 没办法 都要撑下去 是不是 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怎么叫革命 怎么叫抗争 抗争 然后跑了 然后我 撑不住 就跑了 现在 其实周庭 也有类似的情况 究竟 是否没有气场 肯定是没有 所以 现在 会慢慢被人淡忘 这个也是 避免不了 除非 他又再出来 搞些事 我估计 他也有 这样的计划 也未定 但暂时 我们看到 他一个人 做得什么 还有 你都希望 我估计 他也是希望 想获得 庇护 但是 他现在 是未有庇护 要知道 是吧 如果他现在 这个时候出来 找一些事 搞一下 就肯定 就不会获得 什么庇护 所以 他仍然都要继续扮 是一个受害者 被这个 特区政府压迫 但同时 他也不会 出来搞什么 抗议 示威 不会搞风 搞雨 最多 就是 做直播 让人知道 他这个人 还是存在 就是这样 现在在他们眼中 47人初选 其实他们觉得 几大事 他们那47人初选 很无辜 当然 我觉得一点也不无辜 是值得死的 如果大家都在哭的时候 周庭竟然玩得这么开心 就要做直播 跟人说 真的 出声 骂他的人 一部分 我想 不出声 没有在网络上说 免得被人骂 因为 你是否鬼 还是什么 但是心底里骂他的人 我想也不少 所以他们这些 所谓的国际线 国际抗争 我自己觉得 如果再没有 西方国家的 资金 或者给钱 他们当是NGO 也好 什么也好 如果不给他们支援 他们就很难搞下去 但是 如果他们能够 扣住 外国的 议员也好 什么也好 反华分子 做一个寄生寿 我认为他们还可以 有一口粥水吃 但是周庭的 未来就要靠自己 想着想着 去找食 好了 我们今次 不如说到这里 好吗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